主料,红枣两个,百合五克,白莲子十克,红莲子十克,雪莉一个,山楂四个,枸杞五克,银耳一百克,辅量,冰糖,准备时间,十到二十分钟,制作时间,一到两小时,红白莲子和百合提前夜里泡上,银耳也是一样提前夜里泡好,把食材准备好,把红枣洗净备用,把雪莉去皮洗净, 切成小块,然后把食材全部放入砂锅,添上适量的水,然后大火煮,煮沸后转入小火慢炖一一个小时左右即可,关火前十五分钟,把山楂洗进去紫,放入锅中,冰糖适量也放进去等冰糖融化即可关火,内味的八鲜汤就做好了,吸吸,烹饪技巧,山楂不要一起放进去,一定要厚放,要不色泽喝口感, 就不那么好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